142. 上海證券報 證監會公布2014年度部門決算情況 2015年7月18日頭版一馬正如記者馬正如零編輯封林中國證監會 昨日公布2014年度部門決算情況 下稱證監會決算 數據顯示,2014年度證監會收入總計14.42億元 支出總計14.42億元 與前一年相比收,支總計下降11.47% 根據證監會決算,2014年證監會收入合計約12.15億元 來自財政撥款部分佔比87% 支出合計11.05億元 其中基本支出、項目支出佔比分別為63.32%和36.68% 當年,證監會財政撥款支出的絕對多數用於金融支出 雷,佔比達到92.56% 另有住房保障支出佔比6.8% 教育支出佔比0.64% 具體而言 金融支出,雷,中隨金融部門行政支出外,在金融部門監管支出當中,資金主要用材料金融稽查與案件處理,金融行業電子化建設,從業人員資格考試等項目上。 另外,證監會2014年認真落18項規定精神及例行節約要求,嚴格控制三公經費支出,實現全年實際支付比預算有節約。 去年,證監會三公經費財政撥款支出年初預算為2809.37萬元,支出決算最終為1831.31萬元,完成預算的65.19%。 秋山建金,下中在結合一個公交參加指出市大師所及焦措和量li伏筏始至高1542.21萬元, ended聯間所出現奸動機的明姿勢和王陱,覆蓋住閒時協定復古�ary後圍出,其創 Warm天ип的安靶に要逆提督家交通鬥公尊公裡和 Sign面子做法。